在这一边呢我有一个长方形 然后它的那个宽是6cm周长是30cm 请问长是多少 在这一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在做这种应用题的时候呢 我自己本身都会把那个图形画出来 然后在这一个部分呢 它说它的宽是6 那么就是说我这一边是6 然后我的另外一边也是6 我左边右边都是6 然后它在这一边呢 其实是有两个长 所以我们知道呢 它的那个30减掉6 再减掉6再除以2 就会是等于它的长了 OK 然后我这一边就有18除以2 答案是9 cm OK 然后其实我自己本身呢 有一些学生他不明白这个怎样了 其实我自己本身喜欢这样 就是说它是长 这边也是长 然后我有两个长 再加上6 再加上6 会是等于30 所以我的两个长呢 所以我的两个长呢 会是等于30减掉6 再减掉6 所以我的一刻的长度呢 会是30减6 再减6 再除以2 然后最后拿到9cm OK 这一个是第二种思考方式 然后其实第一种思考方式 应该是30减6减6 再除以2 OK 它就是直接 一个步骤 就可以拿到了 然后这一个呢 它的逻辑就会比较清楚 就会比较清楚